挑你喜歡的一個格式 這個比如說這樣子按確定 那跳出來的話呢就會針對你格式化的部分 那當然如果說你要做計算 其實也是一樣 一定要在TIE裡面做 比如說呢 10分鐘之後的話呢 那就怎樣 10分鐘之後嘛 加10 加10按確定 那這個時間的話就是10分鐘後 也就是說呢你要做運算呢 一定要在TIE裡面去做 那當然DATE裡面有一個叫DATEDIF 可以去做時間有沒有 去做那個時間的加減啦 可是TIE有沒有這樣TEDIF呢 就我所知道目前沒有啦 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一定要用這樣的方式去做計算 加時間的話呢就從這邊加 那還有就是說呢 底下填滿好了 假如說你今天按右鍵 除掉格式 它時間裡面 還有月有沒有 如果你今天呢 它裡面只有存什麼呢 存TIE 但是沒有日期 如果你按確定會怎麼樣呢 它就會從 1900年的 1月 1月0號開始 這個日期 就變成說它沒有這個東西 但是你硬要給它 所以變成說它會給你一個 最原始的時間 最原始的時間 當然如果說你要加上 日期時間的話呢 那就變成你要在TIE前面再加上一個 比如說TEDATE之類的 才可以完整的呈現出來 這裡的話我想你們試試看 正確應該是直接把它改 這個地方就把它改回來 改成日期 OK 畫面先還給大家